美國總統川普說他正在尋找方法被一間中國科技公司迅速恢復業務 美國沒多久之前的一項貿易裁決嚴重影響這間公司的營運 川普總統星期日在崔特說中國損失太多工作 幾日前中國的中興公司宣布已經停止主要經營活動 美國禁止向中興公司出口美國製造的零件 佔中興公司製造無線機塔、光纖網絡和智能手機所需零件的大約25% 美國頒布向中興公司的出口禁令前 這間公司被美國認定將使用美國的技術和產品銷售給美國實施貿易禁運的國家包括伊朗和北韓 美國去年對中興罰款12億美元 但美國政府上個月說中興對美國說謊 要處罰捲入袍備美國制裁令的僱員 但實際仍然向這些僱員頒發獎金 美國商務部禁止中興公司2025年前使用美國的產品和技術 迫使中興停止在深圳工廠營運 川普經常說願中國竊取美國的責任機會 大舉星期日說他正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 緩和制裁中興通訊所造成的經濟後果 他下令美國商務部完成這項工作 白宮在星期日說總統的推文強調了美國和中國 位置自由、公平、平衡以及護理的經濟、貿易和投資關係的重要性 行政部門正在與中國就中興結合其他雙邊關係的問題進行接觸 美國和中國定於今星期在華盛頓再次舉行一輪貿易談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